Darkness, Take Control 哈囉大家好,今天來跟各位介紹 Warframe 林波這一把雙手私人的武器 那麼首先呢這一把武器呢 他是我們漂泊者新的開放世界 就是我們在進場之前 右邊那邊可以選擇指揮官的武器 的其中一把武器 那浣熊是打算呢這個禮拜要來講 這四把武器把他們當成正常武器來玩的配置 那下禮拜才會發 就是他們四把武器的其中幾把 比較能玩的特殊配置這樣子 好,那為什麼會特殊配置呢? 那當然是因為這四把武器他們都有自己 特殊的攻擊效果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把林波 他的特殊攻擊效果 以及他的基礎素質吧 好,那麼首先呢 我們這一個林波啊 他的特殊攻擊效果 就是當我們按格檔進戰的時候 他會往地上插 對,然後會有一個正波這樣子 那這個正波呢 是會對怪造成傷害 並且疊我們的進戰連擊數 然後每打中一個怪啊 他是會疊四的連擊數這樣子 好,那麼接下來讓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基礎素質吧 好,首先是我們的林波啊 他的擴散傷害遞減倍率0.7啊 那基本上這個東西我們啊 基本上沒辦法改啊 他就是跟的那個同樣類型的武器這樣子 那麼再次他的攻擊範圍3.2 非常的遠啊 這一個3.2的距離啊非常的好啊 就是以雙手四刃來講就是 算是特別特別的大這樣子 也沒有說特別特別的大 就是比一般的武器來講還要特別大這樣子 那基本上我們的手感就是會非常好啊 不過還是會建議裝劍鋒P 因為說真的用過劍鋒P的話 如果他不是自己基礎的攻擊範圍到達5啊 或者是到達6啊 基本上我們還是會裝劍鋒P啦 好,那麼再來攻擊速度1.17非常的快啊 基本上算是一個高攻速的那種類別了啦 那基本上就是大家就不用太擔心 這一把武器他的手感會差去哪裡啊 除非他的架式真的很拉垮的話 好,那麼接下來我們看一下他的暴擊機率跟暴擊倍率 那麼這個暴擊機率非常的高啊 34%基本上非常適合的拿來玩我們的重擊流 那他的暴擊倍率3倍非常的高 比我們的2還整整高出了1啊 那麼種種跡象就是讓我們來講說這個凌波啊 如果不是要特別去玩他的特殊攻擊的話 那麼基本上他就是玩重擊流無誤了 好,那麼再來是他的狀態觸發 22%其實也沒有到很低啦 也就是說這把武器 我們其實還是可以去玩連擊流 然後玩雙修這樣子 不過連擊流雙修的話 我們把它歸類在特殊玩法吧 那我們今天先來講他的重擊流啊 好,那麼他的基礎傷害170說真的有一點低啊 說真的有一點低啊 跟其他類型啊 三角旗啊 利維亞來比的話 都算是比較低的基礎傷害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他的弱勢啊 雖然他的攻擊速度 攻擊範圍 暴擊機率 暴擊倍率 這4個值 那手感啊 跟他的傷害啊 都直接碾壓我們的三角旗跟我們的利維亞 我們三角旗稍微看一下喔 三角旗 欸,這樣子那個暴擊倍率少了 呃,0.6 然後他的攻速啊 跟攻擊範圍其實也差一點 不過以三角旗來講 攻速不用太擔心啊 因為他本身重擊 他自己就是會有 呃,加速 所以說 三角旗的手感跟這個 靈波的手感基本上 砍起來差不多 那麼 我們的利維亞 我的教條利維亞在哪裡 那我們看一下利維亞 利維亞呢 他呢,雖然他的暴擊機率跟暴擊倍率啊 跟他的 呃,攻擊範圍攻擊速度都比較偏低 不過他本身就是贏在他的機傷啊 然後還贏在他的教條這個屬性身上啊 教條這個屬性能夠讓我們 呃,有額外的這個元素傷害加成這樣子 他是額外存在最後面喔 那這個就是讓我們打直傷會痛很多這樣子 那麼基本上就是各有他的優缺點啦 只不過 呃,靈波出的話 說實在的他就把我們的三角旗給壓下去了 那他的傷害 如果論傷害的話啦 還是教條利維亞會比較痛一點啦 這樣子 好,那麼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靈波的配置吧 好,首先雙手私刃的架式呢 沒得選只有一個 呃,呃,這個我還是不知道怎麼念 會什麼斬地喔 好,那麼基本上我們 呃,玩重擊流的話 基本上是不用看他的架式啊 因為重擊大部分 除非他的武器有特別的重擊 不然我們基本上就是 呃,不用在意這些東西 不用在意這個架式這些東西 好,那麼因為我們要玩重擊流喔 所以說這邊呢 完全就是搭配一個 純腐蝕的配置 那這裡不搭純病毒是因為 呃,他雖然雙手私刃他的 重擊能夠有強制切割 可是他的狀態觸發 22%我們如果不上 創口窺爛去撐高的話 那我們基本上特別硬要去撐他的話 他的效果還不是到很好喔 所以說我們這邊還是主打 腐蝕直傷流喔 那這裡呢 我放了一個壓迫點P去提供他的近戰傷害 然後劍鋒P去提供他的攻擊範圍 改良他的手感 那我們這邊呢 我是放了熱命打擊P跟電壓 電擊觸點 這個兩張銀元素 去拉高他的直傷 犧牲斬鐵去提供他的暴擊機率 然後這裡呢 比較特別的是 我這邊放的是肢解去提供他的暴擊傷害喔 那為什麼不放病核之解呢 主要是因為我有放一級必殺 去拉高我們的重擊 就是重擊蓄力速度啊 那這邊我們在放病核之解 說真的這個0.3跟0.4 個人覺得是砍起來差不多啊 那這個就是看個人去調整啊 那我這邊是比較推薦就是放肢解就好了 就是直接0.4就好了 有放一張一級必殺就好了 他能夠提供我們重擊蓄力速度 這樣就可以了 那除非有直卡 把我們的一級必殺給替換掉了 那我們再考慮把病核之解塞回去這樣子 好 那麼在這邊放一個邪惡蓄力 去提供我們起始連擊速 好 那麼看到這裡呢 有些人可能會想說 哎呦 晚熊晚熊 為什麼你不放角鬥士威猛 然後加病核之解喔 那是因為晚熊有算過啊 我們放一級必殺他的傷害啊 比較高啊 那除非你有狂怒賦能 有狂怒賦能的話 你再放角鬥士威猛加病核之解 不過說真的 你有狂怒賦能的時候 你就算放一級必殺 他們的傷害其實也差不多 差不多哪裡去啦 所以說實在的 這邊晚熊就是推薦大家 就是放一級必殺 不要無腦堆暴擊 他的暴擊並不代表一切喔 有時候還是要看機傷喔 好 那麼接下來就是讓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靈波這一把武器的傷害 好 那基本上他就跟三角旗那些一樣啊 手感砍起來差不多啊 那個攻速比較快 然後他的範那個什麼 傷害也差不多 那唯一贏的地方就是在於 他的範圍非常的大 特大 比其他的那個什麼 創死刃還要來的大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基本上砍過去 好吧 就是跟創死刃一樣嘛 砍過去就是死一片 然後他的攻擊範圍非常的大 特大 我們可以這樣子砍到 那基本上沒有死的怪 一樣是可以用我們的強制切割 把它給切死啊 大家可以看到我剛剛砍傷害只有一半 然後後面的一半是那個切割把它給剁死的這樣子 好 那麼接下來就讓我們去看一下 實戰這個靈波他的效果究竟是如何啦 好啦 那麼現在讓我們來到我們最熟悉的 虛空鋼刃見面啊 那接下來就是給大家看一下這把靈波他的 實戰效果究竟是如何啦 好 那基本上 雙手四刃類型的武器啊 啊 玩重擊流的話 傷害都不會太差喔 他砍下去基本上都是可以一刀把怪給秒殺的 那沒有秒殺的話 我們的切割一樣會幫助我們 去做我們後續的補足傷害這樣子 那個人說實在的 呃 自從出了這一把靈波啊 呃 三角旗基本上 可以退休了啦 雖然說 三角旗他本身加攻速 砍起來的攻速那個傷害 不是傷害 那個手感還是會好一點 不過靈波他強的地方 就是在於他的攻擊範圍 所以多了一點點啊 他多了那個 呃 那一點 雖然說有時候感覺他沒有差啦 就是看那個數值感覺 他就差了那一點點是有差嗎 不過說實在啊 有些時候 砍過去那些怪 他還是會有感覺有一點差這樣子啊 那個人本身 三角旗跟 教條立威亞 自己就比較喜歡三角旗的手感 那這個靈波出來的話 當然就完全就更喜歡靈波啊 主要是因為個人覺得 現在這個 目前這個版本啊 他沒有什麼缺傷害的問題存在 在你MOD配卡足夠的情況下 基本上都是隨便殺 那除非是一些非主流的武器 那他可能傷害才是會缺這樣子 那這也不是說 教條立威亞他不好啦 他好的地方還是在於他的傷害就是很痛啦 那基本上我們是可以感受一下 就是砍過去可能怪就直接死了 那也不用在那邊等了那種感覺 那砍效黑的時候他傷害也是會比較痛這樣子 效果也會比較好這樣子 好那基本上呢 如果本身用三角旗跟教條立威亞這兩把 比較下來就是比較喜歡用教條立威亞的人的話 那是可以考慮不用特別去看靈波這一把啦 因為說真的他用起來就是很像三角旗 唉唷這是什麼超級組合怪 他直接是極寒卓越者再加上那個欸 泡泡欸 那遇到泡泡這種的話我建議就是直接衝進去 然後對他就是來一刀這樣子 那C族就比較弱勢啦 C族在這種重擊流的武器的話 除非我們是用絕對的直傷去把他壓過他的護盾 然後他才會比較好打 那個這時候就是我們教條立威亞就是會比較佔優勢 那如果像靈波阿三角旗阿這種就是 差不多傷害的雙手私人類型的武器的話 我們可能就要多砍幾刀 那個這個就是那種教條立威亞的優勢阿 不過說真的我們如果是那種 就是習慣噴液礦槍的那種玩家的話 那我們其實也是可以在配置中把那個壓迫點P 考慮改成我們的液礦操量 那這樣的話我們基本上就是可以以手感為主啦 就是呃不需要那個什麼 就是太在意教條立威亞那個後面那個多層1.6的那個傷害 就是可以直接主要就是都是以手感為主這樣子 唉呦晚熊又死了 這邊怪其實說真的還蠻痛的 不過也不是說他們痛啦 應該是說 晚熊為了讓大家看他的 就是 唉呃 即便是新手的坦度也是可以 使用的話 所以說晚熊這邊是沒有特別上適應喔 就是頂多上三張暗影 三暗影然後就差不多了 好那麼大家會看到他打這個重型的怪的話 就可能要多剁幾刀啦 不過 呃基本上也不用太擔心啦 因為大家會發現到 他的重擊他是會把怪給打飛的 大家有沒有看到剛剛居然硬的怪 他也是可以被我控在這邊 這樣子 一刀然後控制在那邊 好那麼現在下午黑來的話 就給大家看一下他打下午黑的傷害是如何 那我們先戰術性往後撤 呃呃呃這是那個妹格技能的小小黑啊 幸好我今天拍的影片不是槍啊 好那麼我們就砍一下 一刀 好那基本上小小黑就死了 欸大家有沒有看到 三角旗啊 那個林波啊 那些 啊教條立威亞 雙手四刃就是這麼任性 我們基本上只要一刀 小小黑就掰掰了 那這也是我剛剛說的 啊我們不用 就是 太在意就是教條立威亞 他多了那1.6的那個傷害啊 就是我們其實可以 以手感順暢為主去玩 那基本上打小黑都一樣 一刀斬然後他就死了 那除非是打多人的小小黑喔 或者是說就是 呃想要體驗一下 教條立威亞 彈一刀 小小黑直接死 不用像我剛剛那邊等切勾這樣的話 那麼也是可以去玩的 好那麼如果 呃各位啊就是 有紫卡的話 那就另當別論啦 有紫卡的話 那當然就是更好 可能連三角旗啊 或者是 呃我們的林波 都可以 欸這個怪怎麼飛走 都可以讓我們一刀直接打死 我覺得我又要沒了 哈哈哈哈 不然我復活啊 我可能復活不了了 這個 有這個守護者卓越者在 守護者卓越者 他給附近怪那個90%減傷盾 真的太煩了 那個太難搞太難慘了 好那我們就 稍微把怪清一清 我們就不理那一隻守護者卓越者了 那如果 各位就是 呃有帶速攻負能的話 那麼他的 效果也是比較好啊 就是 手感也 也可以改善啦 就是 我們可以拿 叫到莉威亞 然後搭速攻負能 這樣子 那如果沒速攻負能 有狂怒負能的話 那再考慮用林波 搭我們的 狂怒負能 這個 就看各位自己的手感 自己去斟酌做調整 這樣子啦 那我個人是比較偏向於 帶狂怒負能 然後用我們的 呃 靈波 主要是因為個人說真的 比較喜歡靈波 跟三角旗的外觀 叫條莉威亞 那一個 呃 除了攻勢包 以外 啊我其實沒有到很喜歡 他 本身武器的樣子 這樣子 好那麼 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裡結束了 那麼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的話請幫我按下一個大大喜歡 那還沒有訂閱的朋友幫我按下你的訂閱 並且按下一個小鈴鐺 這樣子 我有什麼新的影片 他才會第一個時間通知你 然後各位如果還有什麼想要看的 WARFRIEND的武器啊 或是戰甲啊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去告訴我 那我如果看到的話 我就會把它排入我拍影片的行程裡面 這樣子 那麼今天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大家掰掰